最后再来分享一下这个金边内香 夏天的浇水 这一点非常的关键 直接会影响它的生死 这个金边内香它是非常怕热的 温度高于30度 它就会休眠 那么它就不会生长 然后叶子看上去烟烟的 没精神 如果这个时候你不知道它是休眠了 那就很有可能认为它是缺水了 就会给它浇水 浇一次发现没所改善 以为是浇的不够 那么就拼命的浇 那么持续这样浇下去 可能这个金边内香很有可能就会被你浇死 那夏天要怎么给它浇水呢 在休眠期它对水分的需求是非常少的 我们只需要给它一点水 让它续面就可以 所以我每一次都是等这个盆土非常干了之后 再给它浇一点点水 这个水不会完全把它浇透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啦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